这是一道送分体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角色的手刀伤害都可能不一样 游侠手刀伤害是5点 死灵法师手刀伤害是4点 那牧师手刀伤害是多少 A牧师手刀伤害3点 B牧师手刀伤害4点 C牧师手刀伤害5点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牧师手刀伤害3点 第二题 基础题 我们都知道 把炮台放在外面 它不会攻击房间里的怪物 那我们在不进房间的基础上 把炮台放进房间 它会攻击里面的怪物吗 A会攻击 但没有伤害 B会攻击 并且有伤害 C不会攻击里面的怪物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 如果不进房间 炮台不会攻击里面的怪物 进房间后 炮台才会开始攻击 第三题 一错题 骑士双持一拳 刺客三技能带一拳 谁打的伤害更高 A骑士双持一拳 伤害更高 B刺客三技能带一拳 伤害更高 C他们伤害一样高 请看完整视频 骑士双持伤害 1998点 刺客三技能伤害 2996点 正确答案选择B 刺客三技能带一拳伤害更高 第四题 判断题 有小伙伴说 德鲁伊召唤的宠物 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只有你不取消 它就永远不会消失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这句话正确 因为一生测试了N长时间 它还没有消失 第五题 附加题 这是现弹枪 这是现弹枪二代 这是现弹枪三代 一枪下去 谁的蓝号最少 A现弹枪蓝号最少 B现弹枪二代蓝号最少 C现弹枪三代蓝号最少 D他们蓝号一样多 请看完整视频 现弹枪蓝号三点 现弹枪二代蓝号一点 现弹枪三代蓝号三点 正确答案选择B 现弹枪二代蓝号最少